剪報24頁之後,你可以打開這裡 就直接點開就可以了 點開之後呢 你進到我們的WebDuno雲端平台 因為這邊需要註冊 最簡單的當然是你用Google帳號就直接登錄啦 就授權 如果不要的話,你就直接用什麼 這裡馬上註冊一個 你就打上你的Email跟密碼 那他會寄封認證信給你 這樣OK嗎? 看你啦 看你要用哪一種方式 請你先註冊一下 各位如果已經註冊好 登錄進去的 你會看到他會有 如果有更新 任體更新 他會有一個update 我就把它關掉 你看這邊有沒有四個功能 有沒有我剛才講的四個功能 除了Blackly比較完整的 還有裝置的管理 另外這裡也有模擬器 那這個呢 就是拿來做什麼 手機界面開發的 這個 HiPro Protto這個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機幕就好了 點進來 那麼在這邊呢 他的用的方法 建立檔案的方法 跟我們在標準的那個Blackly不一樣 他這邊是先有一個這裡 那麼每個人呢 總共有20個專案的扣檔 20個專案應該夠了吧 應該還夠啦齁 好,你就來這邊新增有沒有 新增檔案 你給他一個專案的名稱 比如說我今天的日期 0420好了 我就按新增 這時候才會進到我們的Blackly裡面來 那只要你的Blackly有做任何的變動 他都會自動存檔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跟我們剛剛在外面是不一樣 剛剛是一進去就可以用嘛 現在是你一定要先新增個名字 而且你可以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你現在編輯哪一個檔案 這樣有清楚了齁 好,那麼使用的方法基本上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所以呢 我先在這邊 先在這邊你看一下 這裡 開發板 好吧 因為時間不允許了齁 所以我們就 今天就只能見到這邊 不過沒有關係啊 其實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來這裡 到我們家的部落格 你可以到這邊來 我有經營YouTube頻道 你點開 我有一些地方 我有提到比較多的 我的那個延期的部分 我都有像這樣用 所以你要看 像這裡有一些WebDuno的 有沒有 他有一些我有講到啦 有興趣你再去看一下 好不好 OK啦 不好意思 快點快點 人要關門啊 要讓人家可以回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那這邊有一個問卷 要麻煩各位幫忙填一下 在訊息這裡 訊息這裡 有我們今天的問卷 好不好 麻煩各位填一下 用勾一勾的比較快 對 在OneNote OneNote的訊息 OneNote訊息 有一個我們延期的問卷 就各位我們就不填紙本了 就不填紙本了 麻煩你稍微填寫一下 這樣讓 教八中心這邊比較知道說 各位對這個延期的滿意度 還有沒有什麼建議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